有一个公交车上来呢遇到一对母子 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啊非常的闹哭个不停 他的妈妈呢假装呢要吓唬他 他的妈妈就说再哭再哭再哭把你卖了 这一招啊根本没有奏效 小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一个哥们走到他们母子两个身边 一本正经的说大姐这孩子怎么卖啊 没想到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什么事情都要懂 你要知道什么问题用什么钥匙来开 做不到的事情在人间不要乱说 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要去说 讨厌的事情对事不对人的说 开心的事情要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情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情小心的去说 这才叫知恩图报 懂佛理知人生的学佛人啊 我们现在做人自己的事情要经常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 现在的事情只管耳朵去做 不问收获 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 别人自然会回报于你 没话不要找话去说 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是没话就喜欢找话和别人说 台长说个小笑话 有一位护士他很喜欢没话找话说 正好有一个年轻的患者躺在了病床上 他跟这位护士说 哎呀护士小姐呀 我这下惨了 爱情没有了 亲情没有了 友情也没有了 我钱也没有了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个护士用包含着爱心的话语回他说 看你说的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 你这不是还有病吗 佛家常讲 理解别人就会慈悲 人心本善 因缘会合 在人间每个人遭遇不同的境界 对别人理解你会放下 佛法讲 你如果认得过去的你 你一定会原谅现在的你 世事无常 人间沧桑 越理解别人的人 你就会越慈悲 越能懂得别人心的人 你就会在人间一帆风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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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